欢迎收看这个小时的台湾大搜索 我是张耀廷 上礼拜为您还原台湾史上最严重的南部特教学校集体性侵案 根据监察院调查 案件数高达164件 其中被害学生有92人 加害学生是90人 发生地点便捷教室 宿舍 厕所 浴室 校车 学生向老师求救 竟然被我帮你 谁帮老师来推脱 案件就这么被压在台面下 学校也不通报 直到学生受伤严重向外求救 才让事件爆发 无二行为幕后单元为您继续追踪 这所学校 它的情况 而根据教育部年度预算资料 这所特教学校在案发当时 光是一年的人事费就高达一亿五千万 而学校的教职员共有178名 照顾300多名学生 师生比大约是一比二 几乎等一个教职员照顾两个学生 却还是发生那么多的性侵害 性骚扰案件 让调查的监察院委员直摇头 而现在呢 这所学校教职员人数136位 因为学生数锐减了将近一半 只剩174人 师生比将近1比1.3 应该更有余力提供完善教学与照顾 加上人事经费人高达一亿两千多万 但发生的性命案件却没有解断 更夸张的是 当时遭盘和的十六年当中 还有五人在校任职 学校这些年究竟有没有改善 当年被害加害的182名学生 有受到真业有效的鼓蹈吗 继续来看我们的追踪狗狗 你好 你好 炙热的午后走进这些面馆 听不到店员们的招呼吆喝声 只有相互比手语的静谧氛围 穿着汉衫的荣雅老板正是发生性侵特教学校的校友 今年65岁的他已经离开学校50多个年头了 许多毕业学生经常到店里叙旧 但当他看到警察院调查母校的报告时 脸上藏不住压抑 90个 我们都有遇到这所学校已经毕业二三十年的毕业生 他们说他们那个时候就有这样子的事情 并且一开始是一个男老师对男学生下手 然后那些男学生就会复制老师对他们的行为 对其他同学跟学弟下手 重蹈复册的行为已再发生 是否显示出校方的不积极作为呢 从事发当时的宿舍中就能看出安全漏洞 应该是这样子的 一开始是地上的 可能是这个就这个 原本是睡地上 对大概这样 一开始你看这么多人睡一间 男生宿舍 负责调查此案的监委巡视宿舍之后 看了直摇头 而这环境也让外界诟病 因为他们睡通谱 其实隐私个人的隐私空间是没有的 不只是容易受侵犯 同时也让小孩的界线从小是模糊的 那个洗澡 只是用类似那种塑胶布帘拉的 所以那个是你在洗澡的时候 是毫无隐私可言 而且会让就是想要加害学生就有厕所 很容易 更不安全的还有厕所 我去就是第一个女生受害的厕所 是他们对外是共用一个门 你来是 你去厕所共用一个门 所以第一个女生被推到里面门一关 外面都不晓得 这些校园死角改善了吗 事发至今已经超过十年 校长也换了好几任 再次走访这间学校 现任校长亲自出面受访 他在这所学校任职二十多年 理当最清楚这里的改变与不变 除了改建宿舍 校长说他们也让校园更具有穿透性 同时增加监视器求救灵 但这间学校已经创校超过百年 却在事发后才改善 让过去的学生家长质疑 是不是慢版拍 这个都是硬体 那个硬体是本来就应该要做的 我们只希望它的软体 不会能够再加强 然后再用心一点 因为毕竟这些小朋友出生 他就已经输人一大劫了 的确如果只修正硬体 教职员还是管理不善 似乎治标不治本 先从师生结构来看 难道出现人力吃紧 或经费不足的问题吗 否则怎么会发生 上百件的性侵性骚扰案 学校的生服员老师 组长这些校长 加起来总共全校有178 所以178个编制的人 照顾250个 拿国家一年一亿五千万 师生比将近是一比二 可以照顾成这样 以现阶段的状况来看 这所学校分为 幼儿国校国中高职部 学生总数剩下174人 其中听损学生占了108人 教师加上身辅员 随车老师等共136位 时生比大约1比1.3 105学年度 教育部给该校的人事费 也多达一亿两千三百三十二万 这么高的人事预算 有反映在每一位教职员的 工作态度上吗 当时我在学校知道的 就是有大多数的老师 他们的手语是不太利落 就是不太强的 就算有时候小朋友 小学生在比他们在比的手语 他们都会说老师看不透 没关系 一个特教专业学校 一个龙人学校可以 老师不会手语 并且教了很多年还不会手语 这我觉得真的是 非常离谱的事情 过去我们在手语沟通上 的确跌了很大一跤 在制建之后 每一个学年 我们都一直以来 都有在办各式各样的手语研习 除了手语研习之外 校长说他们也有 初中高级班以上的 校内手语认证 全校59位老师来看 我们在高级班以上的 有47位 那分别在中级班初级班的 就是有两位三位 59名教师当中 真正通过校外国家 秉籍认证的 仅有三位而已 另外查看像是教师助理 住宿管理员等 29名教职员中 取得校内手语解定办认证的 也只有13位 但明明这所学校规范中自定 教职员工需在一年内 取得初阶手语解定 会通过者必须每年参与课程 直至通过为止 难道规范的成效不张吗 目前并没有做 成储这样的强制力 还是以鼓励唯一原则 这样的鼓励 能否发挥最大效能 见仁见智 而从前家长质疑的部分 还有这一块 这申补员的招聘的话 是校内自己去 组一个平坚的 然后自己去评估 这些人适不适合 相对就很难去预防说 会不会有自己的人 去叫自己的亲戚进来 当初有五六个跑不掉 都是跟学校的正职的职员有关系 就都是约顾人员 这样很容易变成一个 袒护跟包庇的现象 2012年曾有媒体统计 校内有14名教职员 是夫妻或亲戚关系 如果加上已离职人数 有连带关系的至少有26人 以当时诊所学校教职员 约180人左右来看 占了将近六分之一 那现在呢 比例是减少了 但素质提升了吗 然后他们宿舍管理也曾经看A片 自己在看A片 然后有被学生发现以后 那个宿舍管理还说 嘘 不要讲 不仅素质诚实不齐 连通报系统也失灵 他在这个过程 学校也通病思痛持续改进 目前全校教职员工 对性评事件的觉察度 跟敏感度都明显的提升 也致力于遗憾不再发生 所以遗憾真的没有再发生了吗 看看近几年的数据 101年至今 通报案依旧存在 根据教育部提供的资料 到106年7月2号为止 校方一共通报67件 其中52件为校园性评案 仅调查有19件查证属实 在105年度 我们的通报件数是12件 那性侵害有一件是校外发生 性骚扰有4件 其中校外发生了有3件 这3件都是网络 通报12件 查证属实评案的却只有5件 这样的弱差让人匪夷所思 性别平等教育法 它这个立法的目的是在教育 所以以教育为前提的时候 只要是疑似就要通报 后续追踪过去 被伤害骚扰的学生 没有再被欺负了吗 有没有这几年增加的承认的数据当中 有没有也是过去受害的 目前问的这个问题 主要的重点应该是在于 我们对于所有的案件成立的个案 我们对它的一个协助 或者是保护 或者是教育 够不够的 这几年通报的被害主生 有没有过去也是被害的 这个部分呢 但是没关系 目前 所以你问的是 所有层案的吗 还是这里的重点在于说 所有这些学生个案 其实每一个通报成立的案件 我们都是以生命的课题来看待 跳证室的回答不愿正面回应 至于人本基金会层之一 受害学生仅仅滋伤六次 而且只辅导认知 成效有限 谈到次数的问题 事实上个别资商是一个 非常专业的一个辅导协助 除了孩子的个别资商 我们是以谨慎的态度的评估需求 照稿念的知识回应 让人难以窥见 真实的辅导次数与情形 但外界关心的是 辅导后还有相同的学生 继续受害吗 我们今天孩子 在整个土保人力资源 专业支持协助之后 的确是整体上都稳定下来 但是还是有少数的 需要我们特殊关怀的学生 至于当时的监察院报告 弹劾16人 其中4名是教育部官员 2名是前校长 还有10名都是校内的教职员 第二任的校长 他一来他把那些已经知道是失职的人员 继续留在行政系统 然后他只是一句话说稳定效务 我知道说大部分人就是从假出事官到一出事 还是一级主管还是一级主管 二级主管还是二级主管 或是总务主任改为训导主任 仅仅换了一间办公室而已 有留在校内的 降级的有两位 寄过的有两位 还在校内就是四位 这些人员目前都是导师 但其实校长没算在内的 还有一位老师 是堂喝后不受惩戒 所以留在校内的总共是五位 至于行政陈储的部分 监察院提供的数字是惩处31人 但校方却这样说 31这个数字应该是以人次来计算的 某些人员可能在不同的案件被惩处 所以被重复计算 下一步行政惩处一共有25人 就是包含这整个过程 25个人当中八年住管员 都已经自动请辞或离职 八现职还留在学校的五七个人 留在学校的七个人当中 有六人担任导师 一人担任主张 今天是这些孩子被逼走 这些视而不见的人 还在这边当老师甚至当主任 其实就是没有把这些孩子公开 我看过外国的 他们只要发生事情 全校老师全部撤坏 我们这么严重 那当时这些老师都还在里面 所以不能够测换老师这个事情 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说 应该在法规上面做修正 但校长表示 他们还留在学校的教职员 也并非没有改变 像在性教育性观念上 校方特别加强 引进了视剧的能量 比如我们在学竞赛当中 就流入性质议题 让学生自己来做导演 他们后来就建立一个网络 有个个案他们就大家一起来帮助这个个案 就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报告 跟活动里面才得到了优等奖 他因为这个案子他们走出去 以前他们是完全地隔绝起来 不让外面很近 走出去的天空固然开朗了吗 以这几年该校性贫通报及成案件数来看 虽然数字奏减了 但也不曾间断 外界希望的是 学校的教育改革 不要只是至上谈兵 特教学校集体性侵事件 除了该有的究责之外 整个特殊教育体系 是不是出现很大的漏洞呢 尤其是在特教老师的专业之一块 不会首语竟然也能够进到特教学校当老师 就算考经之后再学 但首语就像语言一样 是一种沟通能力 有那么简单能够学会吗 如果真的那么容易 为何104年劳动过统计 拿到首语秉级征兆的人 只有336个人 但最奇怪的是 政府都已经把首语当成一种职业在考 却没有明文强制的特教老师 必须具备这项技能 他们到底要如何与听障学生沟通 台湾的教育真的有平等的对待 听障孩子 即使听力受损 这群听障孩子还是能借由助听器 FM教学调频系统 乘着音符一起飞翔 你看 可是你们我发现 没有跟上太子 没有 还不错 那你刚刚为什么 好啦 你要注意 边讲边笔手语 就是为了让学生们完整理解老师的意思 因为辅聚的进步 并不能完全替代耳朵 我有装人工电子 还有助听器 那小时装的这个并不代表我的听力就跟一般人一样 可能一个电风扇的声音啊 还是门关起来的声音 他就把对方讲话的声音就把它盖住了 同时听障林玉婷是中部特教学校的国三班导师 在教学上有十年的丰富经验 因为善用手语 所以跟孩子们较为亲近 因为手语 它一个动作可能有很多种意识 我哭了 我哭了 但是这种表情 哭了好像是开玩笑 光是这样子就有很多种意识 难过也有分不同的等级的难过 无声世界里手语仿佛是一张入场券 也要进入他们的世界 得先学会他们的语言 一般的生活对话 还有他心情不好 然后他做了什么坏事 我们必须要用手语来跟他们沟通 有时候我们看他鼻头画脚 大概猜到底是什么原因 是谁打他 有时候老师要从他的一些 一些表情一些线索去猜 有时候老师不见得会猜对 即使是把手语当成母语的听障老师 都未必能理解孩子们内心的真正想法 更何况有些特教学校的老师 不按手语 像是爆发集体性侵案的南部特教学校 他们考老师 有没有管这个手语能力 没有 我现在缺国文老师 或缺英文老师 那么老师考进来 你有没有特教这些学分吗 好 然后就可以来考 那他所以不会他怎么上课 他进来再学 会不会手语不是重点 只要拥有教师证和特教学分 就已经通过特教老师的基本门槛 专业背景都没有问题 但是如何用适当的语言 把他的专业背景呈现出来 甚至教会给这些孩子 我个人抱持很大的疑问 虽然听障的孩子是靠视觉学习 但身为一个特教老师 不为他们的语言又该如何受课 有一个大制造 他这一段时间又被解释 解释 然后他说 老妈 老妈 我们都说 啊 怎么怎么 你这样吃什么 荣人协会理事长黄淑芬 就读北部一所特教学校时 曾经历经过鸡同鸭奖的上课方式 每当大家的脑中浮现一问号 老师就只会在黑板写了更多的文字 解释他 然后瑞浪更直接点名 南部这所特教学校最糟糕 三所%%才教学校里面来看 真的%%里面的老师 会自然所为的是最少 已经踏进学校的大门 特教老师才要开始学手语 这样会不会有点本末导致 一个语言的学习 要学到能够用这个语言来教学 这个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即便他说他后来很成熟 那事实上 很多他上课 他所使用手语的一个方式 因为教育部有教育部的规定 你统统要按照中文的顺序 打手语出来 那学生其实是看不懂 其实手语的历史相当悠久 最早是从日治时代开始流传 后来教育部为了统一手语 自编了一套文法手语 以原本惯用的自然手语 差别很大 比如说不知道 不知道很简单 三个字的手语 我说不知道 如果是文字手语就是 不知道 有的孩子 你写不知道 跟道之不 他们会觉得三个字都一样 为什么要按照顺序 在听障孩子的世界里 他们无法理解 为什么会有口语的顺序 因为他们从小的思考模式 就被训练成用手语的逻辑 在思考 可是那个时候的老师们 普遍都认为 它就是一个手识 它没有去看重它 原来它有自己一套的文法结构的形态 那你硬要用手语套在中文的顺序上面 这是不对的 这不对的 雨夜花你要翻成英文 难道你真的是 Rain Night Flower这样翻吗 不可能啊 但是它现在就是做这么可笑的事情 美其名是为了提升孩子们的语文程度 增加他们的词汇量 但事实上却造成了师生间的沟通 更加困难 对 上课打他的 下课其实学生他们自己在聊什么 其实他不一定知道 但是教育部没有在看这一块 他们就认为 反正我就统一手语的嘛 你就是按照这个来教嘛 那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来教啊 对啊 可是问题是学生看不懂啊 2004年劳动部推动手语翻译的技能检定 把它当成一种职业在考 但让人匪夷所思的事 需要这项专长的特教老师 却没有被明文规定要有这张证照 秉级证照就是最低阶的 它就是要我们说一般灵贵啦 你陪同他去做这些基础的翻译 他把它定位在这里 现在学校里面教听障孩子的老师 有没有都具备丙照的合格呢 没有 那目前全国有取得 以及证照的有23位吧 因为去年才刚开始考 那有取得丙照的有300多位 或许有些人会说 听障生读唇语就好了 但实际上许多词汇 发音的唇形相同 因此在解读讯息时 很容易产生误解 所以手语对听障生来说 是相当重要的沟通方式 而特教体系的问题 不仅仅在特教老师 欠缺手语专业 还有一个很严重状况 让弱势的听障生 在教育上很难有竞争力 广告回来带您深入了解 刚说到特殊教育体系 首要问题在于 教导听障生的特教老师 普遍都不会手语 这样要如何沟通 如何教学 还有一个更严重状况 让原本就弱势的听障生 相较一般学生 更难有竞争力 这凸显出国内对于听障教育 不厌放更多心力 与资源的七十台 师资专不专业 从一些小地方就能看出端倪 再加上近年来 在融合教育的潮流下 几乎都回归一般学校教读 所以听障生重年锐减 像这一所中部的特教学校 目前总共有304位学生 169位教职员 国中以下都采双导师制 外加一个教师助理员 除了在课堂上协助老师的教学以外 他们其实都是陪伴着小朋友 在校园生活的食衣住型协助 所以现在等于是快提供 2比1的一个服务品质 也就是说两个学生就配一个老师 重点是欠缺熟练的手语沟通 孩子们真的能获得妥善的照护吗 那更何况就是说 生物园它跟老师的工作性质又不一样 你进来你马上就有学生吧 学生有什么问题吗 跟你讲那个没办法预习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工作 是比我们更难 不会首语该如何解决孩子们的 生活起居问题 大部分的特教学校都是住宿形态 有的孩子甚至得跨县市就读 如果不想每天早起坐校车通勤 那就得立香背景住在学校 有的孩子一住就是12年 像他们月经来的月经 老师打月经打这个月经 他们不是这样打的 他们月经这样子 你也看不懂 教育部的所有教材里面是打月经 就打月亮的月经长那个经 但他们私底下不会这样讲 很无奈 就是说你看人教育部 他的想法都这样 你怎么期待学校会有正确的方向 光是最基本的语言沟通都出现分歧 更别说老师授课的内容 能让学生们百分百吸收 虽然教育部有订定特殊学校的课程纲要 但班上学生素质不一 国小又才混零联班 所以孩子们的课程会由学校老师 自行简化替代或是调整 我觉得他们从零岁到六岁是空白的 所以变成小一规定要学的东西 可是他们实质没有办法 实质没有办法吸收到那些内容 老师还是必须拿幼稚园的教材 去从头开始教寻 他们的进度就是落后一般人六年 听障生其实和一般人一样聪明 他们仅仅只是少了听觉 如果教育单位还是抱着 旗帜听障 市长 教师不分类 漠视手与专业的重要性 无怪乎对于听障学生的求咒聚而不闻 也抹杀了他们原本可能有的美好未来 除了特教老师没有分类 外加欠缺手与专业 以及教育课程的问题之外 先天若舍听障生在求职上也常常碰壁 最近有饮料店老板 竟然叫听障生接听电话 引来歧视的批判 他们究竟面对了哪些困境 不过有一名重度听障者 他却不过身体环境限制 在游泳上有优异表现 更找到热爱的工作 他是怎么办到的 广告回来 带您看到这位听障永久的故事 听障生先天上做事 加上从小在不完善的特教体系中学习 更难以发挥自身专长 长大进到社会中 环境的不友善 也让听障生求职处处碰壁 像是最近多次发生 饮料店老板要听障生接电话 还有听障生参加台中市政府 暑期公读生训练时 指控遭到副市长歧视状况 都凸显出了他们的困境 不过有一名重度听障者 他不仅突破学习障碍 也在许多赛事中展露了优异成绩 如今他在一家公司担任仓存工作 来看这名听障友将 如何游出自己的一片天 黄雨明台湾听障100公尺 挖室记录保持人 下班后来游泳 是他的生活日常 那你今天工作的情况怎么样 工作 工作 很不错 不受限于听力障碍 雨明乐于与人沟通 然而能走到如今这条坦途 黄佳人历经三十几年辛苦 因为雨明是先天性听障 厨房是木门 冬天这边风很大 那个门 它都不会醒 检查结果出炉 十个月大的雨明 属于极重度听力障碍 黄妈妈知道 台北有一家有名的 口语训练中心 决定让雨明 从四岁开始学习 我这边要到龙潭市区 然后再搭公车到中立 中立再换车到台北 去一趟大概要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 然后回来一趟大概也要这个时间 三十岁的小孩子其实还想睡觉 还要做什么 所以当你睡觉的时候 你又舍不得的因为他要上课 所以你就要把他抱着 就背着 然后你辛苦了 反正你身上就要背一堆的东西 包括小孩 他上课的时候 妈妈要做笔记 那做个笔记回来 我们两夫妻又要陪着他 做一个训练 原本夫妻俩 做香港玻璃灯式代工 为了雨明经济重担 只得由黄爸爸一人承担 黄妈妈全职专心训练 与陪伴雨明 也决定舍弃起从学校 让雨明进入一般国小就读 我知道他学习能力 是跟不上别人的 但是百分之九十以上 其实这个是庭人社会 你必须跟一般生一起去 那所以在这个一般生里面 他不要 他如果从小就已经离开这个家 他未来回到这个家 他其实 他是 他会自己会觉得 他是被隔离的 那我不希望他这样的感觉 不让孩子因为先天障碍而成为外人 让雨明每天都能回到家 和奶奶爸爸妈妈聊天 和弟弟玩在一起 黄妈妈还想办法 先排除雨明在学校 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我们要去跟老师打好关系 要跟小朋友打好关系 所以妈妈就每天就去当 那个说故事妈妈 所以我还没有进学 我只要大概到校门口 很多他班上的小朋友 就来跟我讲说 黄妈妈我跟你讲 黄亦明今天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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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他 但是这个东西是好事 为什么 因为这个才会知道 怎么去减少那个磨合期 直到身上小五 遇上了较为严厉 且在乎成绩的老师 同学间的竞争也遇显激烈 不希望孩子学习的门 因为挫折而关上 夫妻俩决定让雨明转校 到较远的小班至森林小学念书 国中更选择就读记忆班 四天在学校上课 两天学习电工课程 毕业后进入龙台农工园艺科 因为黄爸爸的副业 是园艺花卉买卖 此时雨明突然说 要参加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游泳比赛 我很怕他去逆弊 真的讲 我怕他拔 我怕他拔在水里面去安装 那第二个他可以练肺活量 那因为他们听障的人 在某些发音的时候 有一些气音 跟有一些音的时候 他需要肺活量比较大 可以发出那个音 所以我有从小就教他游泳 原来雨明队游泳的热爱 早在小学下水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种下 第一次比赛成绩不理想 遭淘汰 他没有放弃 短短两年持续不断的练习 终于夺下全国听障组第二名 考上屏东科大农园系后 2009年代表台湾参加听障奥运 格林又在全国赛事中夺得两金一银 这一天 今天这一天 那不会很饿吗 没有 他一般的游泳游游选手 他在假如说是 这样激烈的运动之下 他可能会胃 肌肺育 對 假如說極速地在游泳的時候 要空腹 遊玩了以後回去大吃 開朗幽默的特質 在羽民身上顯現無遺 曾擔任中華民國 身回聯合會理事長的黃爸爸說 如今聽障教育走向回歸主流 就像是羽民一樣 就進到住家附近的國小國中就讀 而且透過身心障礙大專身 真是管道 上大學的聽障聲 已經高達九成 然而有些科系對聽障聲來說 困難度的確很高 像是心理系的 這個一般的都學史上 滿多的一個學生都幾乎很難畢業 這樣也都是嚴重 因為才有一個醫學的 醫學的專有名詞各方面 因此玄田志願前 北中南各地都會有多場說明會 讓聽障聲和家長了解 科系選擇會牽涉的難度與就業問題 根據2016年聽障聲錄取人數統計 以設計 商館 家政和參旅為主 錄取率更從91.2%到100% 但能否順利畢業 對聽障聲而言是另一道關卡 因為他讀的是農業的部分 那植物學你必須學背寫 可是這個部分他就會當掉 因為都很多言文 像羽明就因為植物學一科 而無法拿到畢業證書 問題是縱然畢業了能否找到工作 也是聽障聲面臨的另一項困境 我們所知是一個像社工的啦 當然出來他們就是有一些 就業管道啦 會受到一些障礙啦 他們也許希望投入教育的部分 那個也是很大的挑戰 不只是科系選擇問題 後天訓練的口語手語能力強弱 也是求職關鍵 第一個難關就是在於溝通 如果語言清晰度不好 會一開始會比較差 就是受的阻礙會比較大 因為你的語言清晰度差 那你的表達要聽懂比較難 所以這樣子一個工作的選擇 就會有一些限制 工作選擇就會有限制 專業能力較強者 也有考上公務員做網頁設計 當特教老師的 具獨立性與溝通能力者 做烘焙業開店者也不少 但多數仍以穩定性職業為主 大部分作業員是佔多數 從事直接在生產線上面 作業的佔大多數 語明原本想當游泳教練 但有夏季冬季大小月之分 薪水終究不穩定 他透過救服員協助 找到適合自己的倉儲工作 今天貨有沒有很多 很多 很多 這個… 這個… 效的比較多 這個一點 累積了比較多的貨 媽說你很喜歡現在的工作 有 對 對生活很滿意 宇明透過網路認識了 同樣有聽力障礙的妻子 兩人在2016年結婚 他們兩個自己的衣服我兒子洗 然後我媳婦會負責煮菜 然後早上他會幫他 備一些他的水什麼的 然後我覺得 夫妻生活就是這樣 他們兩個OK 我們就很滿意啦 我覺得這樣很好 我訪問爸爸還有媽媽 他們都好愛你 對… 對… 黃佳仁樂觀正向 他們提供羽民深厚的感情支持 並尋找正確的醫療與社會資源 讓先天缺憾化為無形 反成為穩固家庭的強大力量 畫面中 這位是中華民國龍人協會常務理事黃淑芬 兩歲時感染德國麻疹發高燒 因為注射過多的抗生素 導致聽力嚴重受損 在小學導師的建議下 他開始學著說話 高中以前都在普通教育中學習 直到進入特教學校後才學首語 他回憶 在特教學校時 校園性侵害世界是有所聞 但校方為了名譽 竟然做了一件事 讓他至今難忘 正在講台上 和同學用手語溝通 豐富的肢體語言 還有活潑的表情 他是2015年 身心障礙楷模 精英獎得主 中華民國龍人協會的 手語老師黃淑芬 大方才怎麼比 國外和我們都一樣 那你為什麼 這是基礎 這是基倫 基劇 說號語料特殊 是因為黃淑芬是個聽力徵愛者 原來在他兩歲時 台灣正爆發德國麻疹大流行 他還一歲的大地一桶被感染 發燒高達40度 醫生說要打抗生素 打抗生素 但是醫生有跟我爸媽媽說 如果打抗生素打這個 會有副作用 我爸講說 只要我們的保衛就好了 姐弟倆的體溫終於降了下來 但藥物的副作用 卻產生更嚴重的問題 我爸媽發電話說 我和我自己 好像跟平常不一樣 怎麼都沒有反應 然後媽媽在我後面 就是叫我們的名字 然後在拍拍的 我們都聽不到了 姐弟倆經過醫生檢查 因為施打過多的抗生素 導致聽覺神經受損 大弟弟完全失聰 無法學習說話 至於黃淑芬則是重度聽障 聽力損失高達100多分貝 也就是連列車近戰的 龐大聲響都聽不到 靠助聽器也僅能聽到些微聲音 那我碰到國獎二人級的老師 可是他發電話說 我的聲道沒有壞 沒有受影響 我只是吃不到 所以他跑來我家 告訴我媽媽說 我要學說話 只不過在無聲的世界 到底要怎麼學發音呢 純實都一樣嘛 所以這個是 他就拿這個是 比如說那個搬 這個叫搬 搬 沒有動 搬 噴 媽 搬 一般小朋友花三個月 就能學會的注音符號 黃淑芬苦練兩年才學會 更別說學校的功課了 一般的學校的話 是用口語來跟我講的 我聽不懂 結果我國一 國二 國單 慢慢慢慢的 我功課越來越脆普 因為我跟不上 儘管佩戴助聽器 勉強可以聽到些許聲音 但對黃淑芬來說 課程還是有聽卻難懂 漸漸的上學變成了一件 辛苦又不快樂的事情 我看到我弟弟 他在台北小學在讀書 怎麼那麼輕鬆 其實讀書很輕鬆 他考慮得很 他過得很快樂 我為什麼要過得那麼痛苦 然後所以我就跟我爸媽講說 為什麼我弟弟這麼輕鬆 而我要面對這麼痛苦 爸一直跟我講說 因為你的能力比他好 我說我不要 我很累 我很累 對 這樣 於是黃淑芬跟父母親開口 轉學到北部的特教學校就讀 我在那邊我過得很快樂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我學習得比較容易很快 因為我聽不到 我可以看老師們打手語的 所以我真的是才有進步 很大的進步 所以我現在都可以跟人家溝通 來 看吧 終於看到你們了 對啊 真的好久都沒聽了 所以我們退步了 太多安靜了 用手語開心地和朋友聊天 這是黃淑芬國中畢業之前 想都沒有想過的事 而不服輸的個性 讓高一才進到特教學校的他 只花短短半年 從一個完全不會手語的學生 到可以參加辯論比賽 還成為老師和同學的溝通橋樑 讓他們都來學我做班打 就做班打 然後再來學校也 退導師也讓我當一個 揪桌隊 對打 我去讀那個博樂科 博樂科 來是不太會手語 叫我當小老師 找到屬於自己的價值 也讓黃淑芬確認未來志向 就是當老師 他在特教學校完成高中學業後 考上實踐加專服裝設計科 畢業後被特教學校 找去當呆客老師 那個家的學生還是 最長16歲 最大的45歲 可是那時候我才26歲 我要關於好多學生 在特教學校一待就是10年 黃淑芬教過無數學生 但他有感而發地說 其實這個社會 對龍人朋友並不友善 法律師 我們常常會被騙人 以前都沒有標價 別人都標價的 我跟老闆講說 再一個多档錢 我會講話 再一個多档錢 我換錢 我說好 我就換錢 後來是第二天 是三天 我跟同學們一起去忙 我又比 可是那個不是老闆 是另外一個員工 這個員工配我們了 一個六塊錢 四七塊錢 不僅買東西常被騙 連網路購物也不便利 不容易聽好了以後 他最後就說 好 我會跟你接電話 就說好 當時好 如果我要拿送貨 要給信息 注意我們的手機聯絡 我們有補充專品 我們聽不到 麻煩你傳點數給我們 可是他們不傳 他們都不傳解數給我 所以一打 打 打 去打了 去打了 就把貨吹了去了 我快撥掉 2011年 台灣傳出特教學校 集體性情案件 震驚社會 但黃淑芬說 她在特教學校念書時 也聽過類似事件 女孩女的話 很重要考試跟考得好 對不對 那有的老師 男生的 男生的 會去利用 多麼 假日 輔駕 寒駕 都會 讓他們去做什麼事出來 就是傳播 我們只能傳播而已 默默看著事情發生的 還有學校老師 因為在1987年以前 舊刑法並無女性性自主觀念 對於性侵害與教師規範 也沒有完善保護機制 因此當時縱然事情傳開了 女學生和男老師 同樣繼續在學校裡相處 似乎對於男女同學交往 也視若無睹 譬如說 在全學家裡面 男孩子和女孩子 如果說八分怎麼狀況怎麼說 如果說女孩子不講是有了 就是的話 那絕駕的 是個 去到市的 就是去到市場 就會跟 把家長們來採採 真一言 並一言 都已經有了 兩家都在一起結婚 結婚好了 生產好了 所以她的就半說服 半說服 就結婚 用結婚作為校園性侵害的解決方法 黃淑芬感到不可思議 作為學生的她也無能為力 不過當她出社會 擔任特教學校代課老師時 終於有能力 可以採取積極行動 有一個男孩子的 看起來這麼寒寒的教典 她是班長12人的話 結果她欺負她班上的女生的同學 可是她們很奇怪都不講 原來是因為過去來代課的老師 看不懂學生比的手語 也不知道班上發生了性侵害事件 我會手語 我會手語 我一看就看得懂 然後我就馬上跟她溝通 我說誰欺負你 人家裡做什麼 她發電話說我會了解她 我可以保護她 她就把那個過程 發生的過程 我要昏倒了 我要昏倒了 我沒辦法 我一定要保護她 黃淑芬立刻呈報 學校宣導出舞 卻得到這樣的反應 最後只讓加害學生半休學 完全沒有通知受害學生的家長 事件竟然就這樣不了了之 後來也因為沒有代課老師的缺 黃淑芬只好離開校園 一邊做保險業務 一邊在龍人協會服務 沒想到這一做就是二十幾年 如今55歲的她 每天搭公車到協會工作 回首一路走來的無聲世界 黃淑芬覺得自己很幸運 從小有父母親當後盾 在特教學校時 也認識了未來的丈夫 那時候我們要辦畢業旅行的 一些報名 這個是我老公都是主辦的 因為他不會講話 而我會講話 我幫他跟旅行社 還有那個什麼是碼票 我都幫他翻譯 結果他覺得我不錯 所以就開始來追我 原來兩人是特教學校的同學 交往三年半 直到黃淑芬大專畢業後進入職場 才步入禮堂 結果我爸爸媽媽都很擔心 怕會有漁船 所以就不 可是我們都不管 我們跟一般的夫妻一樣 只要有自己的小孩 所以我們兒子到台中小孩 還好我兩個女兒都很正常 如今黃淑芬已經是兩個孫子的阿嬤 這個是大二孫女吧 大的孫女 還是假的 儘管有聽力上的障礙 但黃淑芬以正向態度 與建議勇氣 克服社會環境的困境 活出自己的幸福人生 我們從真實故事中 漸往真來繼續延伸經驗 我是張老婷 我們下週見 If you take me Then you'll get relieved REL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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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IEVE